他在酒吧做了详细的调查后才明白 原来美国总统布什于2015年7月 签署了禁止斗狗令 很多斗狗爱好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 现在他们见到斗蛆蛆后 重燃了昔日斗狗的乐趣 得到这些信息后 牛炳君非常激动 他隐隐地感到自己将面临一次伤己 他想既然那么多人喜欢斗蛆蛆 我何不去捉蛆蛆卖呢 牛炳君想到用蛆蛆去卖钱 他在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城 找到一家卖中国工艺品的店 又见到了一个做手工艺品的师傅 牛炳君表示 他需要一批装蛆蛆的笼子 最后两人以每只五美元的价格谈好了 牛炳君交了五十美元的订金 订下了五十个蛆蛆笼子 第三天 对方就打电话通知牛炳君已经完工 有了笼子后 牛炳君抽空就去郊外捉蛆蛆 很快 牛炳君就捉到了五十只 先天条件很好的蛆蛆 2017年7月5日 牛炳君把蛆蛆笼子 拿到拉斯维加斯街上的一个宠物市场上去买 最后 他以十美元的价格只卖出去十一只 出去五美元的成本 他只挣到了五十五美元 于是他开始想办法 如何把价格卖高一些 一天他在看新闻的时候 看到纽约的一次鹦鹉选美大赛上 冠军鹦鹉被人以五千美元的价格买走 他惊叹至于突然想到 如果我用同样的办法 是不是也可以把蛆蛆卖到一个高价钱 想到这里 牛炳君找到蛆蛆酒吧的老板史密斯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 在酒吧里举办一次蛆蛆争霸赛 史密斯意识到这是一次挣钱的机会 马上答应下来 并开始准备 为了让酒吧里的所有客人都能看到蛆蛆的争斗场面 史密斯特意购买了一台摄像机 还有一台投影仪 客人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斗蛆蛆的现场画面 7月10日 牛炳君带着八只蛆蛆来到酒吧 他把蛆蛆都编了号 然后把它们分为两组 并用水彩笔在上场的蛆蛆身上 画了红白颜色 以便让观众看得更清楚 几轮的比赛结束后 最终选出了一个蛆蛆之王 当晚 牛炳君以三百美元的价格 把蛆蛆之王拍卖了出去 第二天 牛炳君用同样的方法 把当晚的蛆蛆之王拍卖了五百美元 牛炳君挣到了钱 而史密斯也因为赌徒的下注 而狠狠地挣了一笔 就这样 一个月的时间 牛炳君就挣到了六万多美元 8月17日早上 牛炳君刚起来 就收到了拉斯维加斯法院寄来的传票 牛炳君一拍脑袋 原来他因为涉嫌非法拍卖和偷税 而被相关部门起诉了 牛炳君这才想起来 美国的税收制度是相当的严格 没想到一疏忽 竟然触犯了法律 牛炳君赶紧向美国税务局和注册局 也类似我国的工商局 道歉并补交了1436.8美元的税收 和5000美元的罚款 从此 牛炳君每次拍卖曲曲 都要委托拉斯维加斯的 宝龙拍卖行现场拍卖 并依法纳税 到2017年9月底 牛炳君已经挣了近10万美元 就在他干劲十足的时候 随着天气的渐渐变冷 而泛起了愁 中国有句古话 说曲曲永战三丘 意思是 过了秋天 曲曲就会销声匿迹 如果冬天没了曲曲 还怎么挣钱呢 牛炳君通过查阅资料 并咨询了拉斯维加斯知名的 昆虫专家琼斯女士后得知 如果有适宜的温度 曲曲的生命就可以维持两年 而且曲曲也可以人工培育 听到这里 牛炳君喜出望外 他把自己的另外一个卧室腾出来 找人把房间布置成电暖房 并制作了数百个木格 里面放了十一曲曲生长的湿土和河水 有了这些设备 牛炳君放弃了一切活动 开始在拉斯维加斯郊外捉曲曲 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一共捉到了三百多只品相上乘的曲曲 11月3日 拉斯维加斯刮了一夜的大风 第二天牛炳君去郊外捉曲曲时 发现曲曲一下子全消失了 虽然做好了准备 但由于是斗曲曲的淡季 从2017年11月到2018年5月间 牛炳君通过斗曲曲表演和卖曲曲 总共获利只有15万美元 不过 从2018年6月开始 随着野外曲曲的增多 拉斯维加斯一些酒吧和赌场 又慢慢的兴起了斗曲曲 有时候 在上下学的高峰期 也能看到不少学生 手里提着曲曲笼子 牛炳君作为斗曲曲界知名的人物 他的曲曲拍卖价格 有时竟然高达每只上万美元 2018年5月 牛炳君在拉斯维加斯 成立了斗曲曲协会 他任会长 西姆任副会长 这时 他已经挣到了百万美元 他不仅还了表叔的五万美元 还把表叔一家 接到了拉斯维加斯 跟他一起经营他的 曲曲王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